四百的部分 所以刚刚居民担心的部分 包括了公共设施副局等等这些部分 我们除了在基地内会有充足的公共设施 内化值使用之外 也会对于周边的部分 我们会保留这个 赛状式的这个空间 广场式的空间 公居民来做使用 那对于刚刚讲防灾的部分 我们会在两个 这个街坡的中间会有一条11名的计划道路开闭 那这部分大概是我们今天的整个案子 那这个案子其实我们在去年的12月24号已经公开展览 那在今年的这个1月10号 在松山商职办过一次公开展览的说服会 那刚刚居民的意见的部分 我想都会纳到这个我们都委会的审议 当中的人民称情意见里面 来做公给 都市计划室的审议委员会的委员来做采讨 12月24号为什么 为什么之前 12月24号 为什么之前我们都不知道这里要该公营住宅 为什么 包括市政府公告的 7个公营住宅地方就没有含这块 为什么你们可以这样 平时把它的1500户放进来呢 为什么之前没有告诉民众说我们可能要纳进我们公营住宅1500户道 里面来 公营住宅这部分其实我们公营住宅希望说在我们既有的公有主席上面 能够做最有效益的开发 能够把它的供应性发挥到最大 那当然在容积的调控当中 我们除了顾及到我们需要使用的容积之外 当然这周边的可负担性我们都会做评估 所以这个部分 居民的顾虑的部分 我们都会纳到我们的这个 审议当中去参考 你有答跟没答是一样的吗 你有答跟没答是一样的吗 那个开发公司有四次的充分说明 市政府完全是黑箱作业 而且他1月10号讲的不清不楚 都要把问题带回去 带回去也没有一个交代 当市政府是这么的阿爸黑箱作业 不尊重民意 他的官司未了 高等行政法院 市政府可以藐视这个法院的判决吗 他要开发公司继续送那个 环境影响评估报告 要文化局环保局继续审理 市政府的公信力何在 你讲这是什么时候 居民都不知道 12月24号公展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说原来他已经变更成400 原来他把它切割处理 原来他不必环平 为什么他要求开发公司环平 为什么市政府自己本身不要环平呢 因为他把它切割开来了 本来五公顷的开发就是要环平 现在切割开来之后 他已经不是五公顷了 所以市政府他不必做环平 我们在12月24号公展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说 原来我们这边从200亿变成400 刚才我们主意提到的 这开什么玩笑啊 他所有所谓的公共设施 他说是可以适度的开放公共设施 过去为什么我们这边是维持210 因为市政府说这里的整个公共设施 大环境不好 他整个公共设施的密度太差 所以他只能210 而且是低于住宅区的开发是210 过去博德开发的时候 他是这样的保护民众 为什么当市政府自己要开发的时候 可以这样子滥权呢 可以这样滥权呢 好我这边再补充一下 我要请教主秘了 200亿到400 你是根据什么 那台北市政府是一个盈利事业单位吗 台北市政府是要物金其用吗 台北市政府是要把土地拿来卖的吗 怎么叫做有效力呢 是要符合规则 我要再次的指引 社福用地社会住宅 我们的住宅算有盈利的吗 是有盈利的你知道吗 那哪里叫做社福用地呢 社福用地是没有盈利的 你现在是把有盈利的拿来套在 没有盈利的社福用地上 那怎么办 你就牺牲了从200亿到400 1224公产钱 没有人知道 我们要求这个地方 必须要办还品 你把它切割开来 你开什么玩笑 你开什么玩笑 你根本就践踏这个土地 你践踏这里的人民 这个土地是征收我们老百姓的土地 严格的讲 你就是标准的吃法玩法 黑箱作业 好农兵你在搞什么东西 这个农兵抗议 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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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在地里的里长 同样是农兵 他市政府带头抢农机 200亿变400 我们的大人里的土地 一样是225 他说你们不能变动 市政府本身可以抢农机 同样是大人里的土地 我叫他大人里不能给我动 我在地里 好农兵 好市长在99年12月保金转说 居民反对 他就不盖 好市长 你讲的话 是不是狼人 讲的话 有没有算话 我们居民反对 你还盖不盖 你要不要充分说明 我也请都化级社会局 拿出你们的专业良心 居民反对 你到底是听名义 还是看这个 联盛文说 我们将来市政的推动 他会当选是一回事 他说要看老百姓怎么使用 而不是看政府怎么管理 同样的这个土地 大人里的土地 变成400 我们的住户 你看 这边换位了多少年 空转的七八年 好农兵没有作为七八年 一日期间两个月 突然要变成400 这样的就是台北市政府的决策吗 这样的阿法吗 这样的黑箱作业吗 我们抗议 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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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农兵可以点灯 民众 好农兵可以放火 民众不能点灯 这里可以从200亿到400 结果我们大人里的肚根 确实变成要维持这里恶务 那是什么世界 我在这里重申 过去 好市长的公民住宅政策 包括保厅段也是一样 市长有曾经讲过 只要民众不要的 我好农兵绝对不会干 只要民众不要的 我好农兵绝对不会干 我也希望市长能够兑现你的承诺 再来就是 不管松山区 不管大安区 不管文山区 不管新一区 我希望市政府 它是同一个标准 是同一个标准 只要市民不要的 请好市长 你都不要 收尾器 请好农兵收尾器 此央民可以讲一下 为什么这次要切割 他切割成三个用地 为什么这次要 资贲成三个用地 为什么这次要 我